方氏玉的父亲是丝绸商人方德 母亲是少林五老之一 方氏玉的父亲是丝绸商人方德 母亲是少林五老之一 苗显的女儿苗翠花 苗翠花自幼跟随父亲习武 所以学了一生好武艺 从方氏玉满月起 苗翠花就用铁醋药水给她洗身 然后再用主板柴枝等反复包扎 虽不能说方氏玉被泡得铜筋铁骨 但身体强度远超于常人 在方氏玉三岁时 又被苗翠花逼着头戴铁帽 脚穿铜靴练习跳跃 五岁时开始扎马步 六岁时学习拳脚 七岁时开始站装 在十一岁时 少林各种功法 已经在方氏玉心中烂熟于心 虽然方氏玉身材矮胖 但却仗着自己的功夫横行相礼 时常与其他孩子进行打斗 方德为了怕他闯祸 将他送到少林寺习武 在少林石虎中 方氏玉也是名列第二 不仅因武功高 而且还在于他好勇斗狠 方氏玉在十四岁时 随父亲去杭州做生意 恰逢雷老虎摆擂台 上面还写着 拳打广东全省 脚踢苏杭二周 方氏玉年轻气盛 便当场打死了雷老虎 雷老虎虽然比较菜 但他的妻子李小桓 却不是好惹的 李小桓父亲李巴山 不仅是武当派堂主 而且还是清朝文元阁 大学士陈文耀的侍卫使 当时广东武当派和少林派 早就因为底盘矛盾重重 此次事件的发生 更是彻底激化矛盾 后来少林与武当展开火拼 方氏